4月30日,中国统计局公布了,4月的采购经理指数,制造业指数下降2.1至47.4%,非制造业指数下降6.5至41.9%,综合产出指数下降6.1至42.7%,三大指数均降至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。 我们知道,数据如此大幅下滑,最主要的原因,正是国内本轮疫情,在4月,波及范围更广。 4月以来,国内29个省份均受到疫情影响,城市波及范围有220个左右,占6成以上。 本轮疫情风暴中心主要在上海吉林两地,吉林疫情目前有所好转,上海疫情初步控制,但仍旧严重。 为杜绝疫情传播,各地防控出台极为果决,并且提升了防控要求,这让交通断绝,物流受阻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。 所以,本月指标的大幅下滑,可以说,基本是毫无悬念的。 再看细分像,4月生产指数为44.4%,新订单指数为42.6%,较上月,分别下降5.1%和6.2%。 这两个数据意味着,需求的下滑,甚至比生产端还严重。 以汽车产业链为例,汽车零部件众多,需要多区域协同生产,其中一环受阻,整个供应链都会出问题。 上海和吉林,是国内汽车产业主要生产区域。 根据中汽协,2021年的数据显示,中国几乎每十辆汽车,就有一辆产自上海。 新能源汽车领域中,特斯拉在2021年,共交付94万辆,而上海超级工厂,年产接近50万辆。 也就是说,特斯拉有一半左右产能在上海。 小鹏汽车,甚至在4月中旬表示,公司面临停产的情况。 更为重要的是,上海还是汽车核心零部件的主要产区,同时,也是研发与销售重地。 物流受阻,主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供应部组, 加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。 很多企业,只能减少订单,以求生存。 从数据来看,供应商配送时间,4月为37.2%,较3月巨幅下降9.3个百分点。 这意味着,交货异常缓慢,疫情防控的影响,也在此体现得非常明显。 外需下滑,同样非常严重。 4月新出口订单为41.6%,位于低景气区间,较上月,下滑5.6%。 但是,新出口订单,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,并非海外需求缩减所致。 更有可能是,疫情造成对外出口运输不畅所导致的。 因为,从海外发达经济体的需求来看,2022年一季度,欧盟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,均未表现出,大幅下滑的迹象。 且欧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,仍旧处于,55以上的,较快扩张区间。 这意味着,海外发达经济体的需求,依然存在。 而多项数据也显示,在国内疫情反弹之时,部分出口订单,正向越南印度等,新兴经济体转移。 接下来,4月主要原材料,购进价格指数为,64.2%,出厂价格指数为,54.4%,分别下降1.9%和2.3%,剪刀差扩大至9.8%,已连续4个月上涨。 也就是说,价格指标,虽然有所好转,但剪刀差,仍在扩大。 这代表着,结构性通胀,对中下游企业的利润挤压,仍在加大。 中小企业生存情况,依旧举步维艰。 关于输入性通胀的压力,4月初,由于地区间冲突有所缓解,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有所回落,通胀压力略有降低。 但随着月末谈判破裂,局势再度升温,5月的通胀压力再度加大。 以原油市场为例,原油期货价格,月初震荡下行,不由价格一度跌破,100美元大关,后又一度突破,110美元。 显然,接下来的五六月份,才是通胀观察的,重要窗口期。 分企业来看,大型企业指数为,48.1%,比上月下降,3.2个百分点。 注意,这是大型企业疫情以来,首次跌破融库线,这可能反映出,下游中小型企业,面临的需求冲击,开始向上游传导。 而中小型企业指数,分别为47.5%和45.6%,均比上月下降了一个百分点,继续低于融库线。 显然,需求明显走弱,叠加成本压力较大,无论是大企业,还是小企业,均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。 而4月,中国经济遭遇重挫,政府稳增长,主要依靠基建。 建筑业虽然受疫情影响,有部分建设中断,但仍维持在临界点之上。 4月建筑业,商务活动指数为52.7%,其中,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1.0%,位于高景气区间。 而同期,房地产投资和开发仍较差,销售金额和面积仍在下降。 这代表着,基建成了经济的主要托底项。 而最惨的,毫无疑问就是服务业。 4月数据已经降至为40%,位于低景气区间,受疫情冲击最大。 总结4月的采购经理指数,显然当月经济继续下滑,已经板上钉钉。 由于疫情的持续影响,目前仍然看不到见底迹象。 后续主要关注,各项政策,能否根据政治局会议,进行调整。 其中,最重要的,就是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。 最近国内,围绕是放开还是严加管控,展开了激烈争论。 支持严加管控的人,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, 现在国内,还没有建立起,老年免疫屏障。 一旦放开,就会导致几十万,甚至上百万人的死亡。 从香港的数据来看,他们这个担忧,是有必要的,如此大规模的死亡。 让千百万家庭,承受亲人离去的痛苦,是任何人,都不愿意看到的。 但是,在如何构筑老年人免疫屏障上,国内防疫的路径,却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。 防疫中投入的巨大人力,物理资源,并没有用在,提高老年人的,疫苗普及率上。 而是用在了,限制社会正常流动上。 也就是通过约束社会中,最活跃的青壮年群体的,生产消费社交。 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,运转速度。 甚至让部分地区停摆,来给老年人创造免疫屏障,减少死亡率。 在疫苗没有研发普及的时候,这些政策,是必要的。 也是降低,社会死亡率的唯一途径。 但是当疫苗普及之后,还继续延续这个模式。 不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,更会付出很多不必要的代价。 第一,不提高老年人的接种率,也就无从真正构筑,老年人的免疫屏障。 上海香港,都是前车之鉴。 社会一旦破防,老年人将首当其冲。 而日本新加坡,这种老年人接种率,非常高的地方。 即使是社会恢复正常化,整体死亡率,也较低。 例如日本,这半年,死于新冠的老年人,总数已经低于8000人。 第二,限制医疗资源利用率,导致老年人其他疾病,不能得到有效救治。 根据一些公共卫生学研究,在封控模式下, 其他疾病的死亡率,会总体上升一倍左右。 第三,牺牲社会经济发展,将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和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,降低全社会的预期寿命。 所以,中国接下来防疫的重点,成败的关键。 毫无疑问就是,如何提高老年人的接种率。 或许有人会说,现在老年人疫苗接种率,已经很高了,还怎么提高呢? 比如,江西,安徽,山东,三个省宣布,60岁以上老年人,两针以上接种率,已经超过90%。 重庆,河南,湖北,贵州,河北,四川,云南7个省市,超过85%。 如果地方上的统计数据,完全是真的。 那么对于疫情,就没必要担心,可以采取,更大胆的防疫模式,逐步恢复,社会正常秩序。 问题在于,很多地方的老年接种率,都严重注水,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。 其实,我们可以通过,上海北京的老年人接种率,推知全国的真实情况。 比如,在4月28日的,上海发布的数据,全市60岁级以上老年人,两针接种率,为62%,三针接种率,为38%。 而北京市卫健委,4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是,60岁级以上人群,第一剂接种率,为80.6%,但是没有公布,二针和三针的接种率。 估计二针率,会稍高于上海,但应该,也不会高于70%,我们知道,在内地城市中,北京上海的公共卫生条件最发达, 疫苗接种网络最完善,社区推动力度较大,居民防护意识,也相对较强。 按照最基本的逻辑,这两个地方,应该高于,全国平均水平才是。 所以,我们有理由认为,全国多数地方老年人,两针接种率,都会低于这两个城市,也就是低于,62%。 而目前,全球普遍规律是,老年人接种率,远远高于年轻人。 比如,截至4月下旬,美国全国两针接种率,66%,而65岁以上老年人,为90%,日本全国两针普及率,为81%,而65岁以上普及率为92%,80岁以上,达98%,再是加强针,12至39岁人群,普及率低于30%,65岁以上老人,则达到86.9%, 而中国,则出现了,老年人接种率,远远低于年轻人,并且还在不断督促,年轻人打第三针,甚至是第四针的怪诞现象。 因此,中国下一步的防疫重点应该是,逐渐减少,对具有抵抗力的青壮年,无休止的核酸和禁足, 并把,防范正常人群的资源,用在排查老年人接种率,督促老年人的,疫苗接种上,把耗费巨大,管控面巨大的社会清零,转向为,对老年人,不接种疫苗清零,这样才能实现,更精准的防疫。 如果,这项基本工作,完不成的话,就如,西西福斯推石头一般, 国内将永远在,被动围堵病毒的路上,不断地,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。